生命有一章1594 還是松壽哥順明論之二 這個松壽哥講生理病理的笑話 這個第一次第二次我都還是聽不太懂 後來中文兄傳訓我才比較懂 那他說他用英文講 他說英文是很好聽的笑話 因為他的語帶殘疾 他說有三個老先生70歲的早上起來 站在尿缸前面一直到7點半才尿出來 就7點到要半個小時尿出來 80歲那算什麼 我每天8點進去坐在馬桶上要 要9點才能拉出來 那第三個90歲的慢生就說 我每天早上7點小便就像馬一樣多 那馬糞跟牛糞這都是一堆的 就是馬尿了馬尿馬尿是很多的 8點就像大便像牛羊牛糞是一吸的不是養死 所以這裡面就很多生理社會教育的味道 那另外兩個老人家說那你很好還有什麼問題 7點 8點 9點 現在就是你聽到的時候我是把直接換在上面 但沒有聽到他沒有去想生理病理的功能 90歲就說可是我9點才起床 那就是7點在船上小便 8點在船上大便 所以鍾文兄傳訓就說了 70歲的應該是攝物線回大 膀胱肌力鬆弛 所以要尿半個小時 80歲是大腸直腸經營退化 排便不順 顯然是應急的 那90歲說出來就是小便大便都在床上 表示排尿量很大很順 但是他已經是癱在床上的 所以鍾文兄說我們要多運動 以防全身鬆弛機能 所以鬆弛科講這個生理病的笑話 鍾文兄與我深有同感 非常合情合理 有時與多文而以一 可以